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幼化教育的水彩小课堂 我是小爱 这次我们要做的书签是玫瑰花 那线稿是已经提前画好了 读学们如果觉得还挺好看的话 本系列的一个书签线稿图 还有一个作品图呢 可以在幼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回复水彩书签就可以看到了 记得用自动链笔启型后 如果你是想画偏插画类型的一个书签的话 要记得用游信正观笔进行一个勾线 好 接下来呢 大家又可以放轻松 跟我一起来做这个超级简单的一个书签 颜色 我今天会用到玫瑰芡红 还有一些大红 那还会用到一点点的一个柠檬黄色 好 那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上色 好 那我会首先占取一点点的一个大红色 打湿笔 那笔上的颜料和水度要稍微的多一些些 好 在画的时候稍微要刮一下 好 就这一步就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涂色 就大家要注意的是笔上的一个颜料 还有一个水分的多少就好 好 那为了有这种变化性呢 我可以正常没有干的时候 加上一点点的中黄 还有一个颜幕黄 好 这个时候呢 还可以加上一点点的这个玫瑰芡红 它更加偏向于这种紫红色 好 在正中间的位置呢 我会用上一点点的这个双红色进行一个点染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把接下来的一个花朵都给它画出来 那大家就注意的是颜色让多一点丰富性 还有一些变化性 至于用哪一种黄和哪一种红色 这个看大家自己的一个喜好 至于不是念念地的有关的 就已经可以用它们的amientos 我心里就想有的是 更加火的苦力 所以我们写起来的这个情况 这么一样的地方 就要准备在我们的顺眼中 它是有相当地的 就要有没有 那么快要一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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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么最后呢我们还可以再点上一些花瓣 我这里用到的是玫瑰芡红 嗯 叶子的位置呢 也是等它干了之后 可以给它上上一些的基底 让它颜色不要这么平 那么可以 还是用到一些 这样的一个蓝色 加黄色的一个调和 或者说你还可以 再加一些不一样的绿色 这个看大家的一个喜好就好 好 那我们这一堂课的一个玫瑰花 就这么画好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用到 这座书签的一个工具 给我们的这个四个边 变得圆一些 好 那这会儿还没有完全干了 所以说 我会很小心的去拿它 大家可以等它完全干了之后 再去制作这么一步 好 那四个角变圆了之后呢 我们用到一个打孔器 然后在中间的位置 打一个孔 那么根据你的画面呢 去选择一个细带 我这里用了一个 红一点的一个细带 穿过去 好 那么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一个玫瑰花竖签 就这么做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也可以盯着我一起做起来哦 那我们下一堂课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�� receive 下面的サ必ussy 感人统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